狭路相逢 听成语故事 洗古人智慧 幽兔笑谈成语篇第172集 事宜 在狭窄的路上相遇不易避让 与本岳府古词相逢情 后用狭路相逢比喻仇人相遇 典元 岳府古词相逢情 据岳府诗集 卷三四 香鹤歌词九尹 相逢侠路间 道爱不乘车 不知何年少 家姑问君家 君家成一只 一只富难忘 典元参考 送 苏氏爱此杂说 宁秋是幸福图会 美桌是 好舌难而不中理 一日 遭爱子会曰 凡大车之下 与陀陀之下 多坠灵陀 其和故也 爱子欲 车陀之为悟 其大且多夜行 乎狭路相逢 则来于回避 以及名声相闻 使欲的回避耳 宁秋是曰 佛塔之上 亦设灵陀 其为塔依夜行 而始相闭与 爱子曰 均不通事理 乃至于此 百鸟却多脱高以朝 奋会狼藉 故塔之有灵 所以锦鸟却也 其以车驼彼 主解 典故获建于宋 苏氏爱子杂说 爱 狭窄 典故说明 狭路就是狭小的路 两车在此狭路相遇 避无所避 退无所退 在岳府诗集里收录了一篇古词 诗中就描述到狭路上与一位陌生人相遇 对方车马迎面而来 由于道路狭窄 不容两辆车同时通过 两人的坐车便挤在一起 宋 苏氏爱子杂说 也有车驼之为物 其大且多夜行 呼狭路相逢 则难于回避 的说法 又因狭路相逢 难以相让 故隐身有仇对的意思 所以后来狭路相逢 地语多转用来比喻仇人的相遇 用法说明 一 两个仇人今日狭路相逢 分外掩 二 本想要避开对方 没想到狭路相逢 又在此地碰见 三 这两人素来不合 今天狭路相逢 免不了有一番争执 四 他们虽然学术立场不同 今日狭路相逢 也只做君子之争 狭路相逢 比喻仇人的相遇 恭喜 今天你又学会了一句成语 听成语故事 洗补人智慧 Youtube笑谈 感谢你的观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